那 今天第二个要淘汰的 人 是 夏浩然 就是姚小虾 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 最该走的就是我 就哥哥们真的为我付出特别多 我每次做的不好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说我 其实就是我的不对 但是他们从来没说过 一直在 鼓励我 真的就像亲哥哥一样护着我 我舍不得这里 哥哥们太照顾我 是我该走的时候 不要再拖累大家 我也很理解领队那种心情 艾伦哥一直跟我说对不起 不光从各个方面 实力来讲确实 我是应该走的每一个人 我懂你帅 我也懂你帅来吧 好的 好的 大家觉得自己其实还是差很多 所以要 就很专心去MAS 嗯 成熟了 成熟了 因为他的年纪的关系 他的身体素质的关系 很难 在 这个 比赛当中 获得什么优势 我只是觉得 他成长了 我觉得就好了 只是 时机不对而已 未来一定是属于 像他这样的 年轻的 年轻的人 年轻的球员 我以后 争取 再做 威廉哥 赢得的实力 去 大学赛场 去找人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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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了两场 我们输了两场 但是接下来 还有好多场比赛 等着我们去证明 我们的球队 我是真的不想再输了 打好下一场比赛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像我们这种打球人 可以输 但是 不会怕 我们需要就是一场胜利 我们不能再揍人了 一二三 罗继生 打好 打好 对 我们来关注